烏克蘭總統波羅辛科在星期二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 同時幾乎再次指責莫斯科在烏克蘭東部煽動親俄叛戀活動 奧盟官曾官員亦參加在白俄羅斯城市明斯克舉行的會議 這是為結束持續5個月的衝突而採取的最新外交努力 這場衝突已造成超過2000人喪生 在一日前波羅辛科宣布解散烏克蘭國會 並且決定在10月26日提前舉行大選 他說選舉對於清理國會有必要 波羅辛科說2012年舉行的上次國會選舉既不自由亦不公正 他說大多數國會議員已經失去烏克蘭人民的信任 波羅辛科又說相當一部分議員支持烏克蘭東部的親俄分離分子 烏克蘭星期二再次指責俄羅斯直接捲入烏克蘭反政府叛亂 烏克蘭說他們星期一在遁涅茨黑邊界地區 拘捕俄羅斯散兵部隊的10名軍人 俄羅斯國防部的消息來源在星期二說 這批軍人在巡邏時沒有意願過未標明的邊界 這名消息來源又對幾個俄羅斯媒體說 俄羅斯軍人被捕時並沒有反抗 俄羅斯軍人被捕時並不共有關 俄羅斯文人被捕時並不共有關